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嘉宾分别做出了自己的心动选择 孟子林随事件选择了刘家路 豆豆 刘怡静 徐子欣 邹孟迪 林子彤 陈美希选择了叶周 而刘家路的心动选择是孟子林 叶周的心动选择是徐子欣 那么经过今天一天的继续相处 他们的选择会发生变化吗 第三天的男生心动选择中 两位男嘉宾延续了自己前一天的心动人选 刘家路继续选择孟子林 叶周则依旧为徐子欣而心动 而接下来的女生心动选择 将是女嘉宾们最后一次确定心动男生人选 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玫瑰之旅的寻爱旅程中 女嘉宾除了选择留下或离开 无法更换心动男生的人选 而女嘉宾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欢迎大家再一次回到我们的江西卫视的玫瑰之旅 今天呢 我们的女嘉宾将再一次做出自己的选择 两位男嘉宾还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女嘉宾说 我觉得我先感谢一下我的两位战友 子林和世界 觉得今天在卖唱的时候 我又唱又跳还挺嗨的 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突破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你唱歌的时候 你脑子里头想的是谁啊 其实我想说草原和牛粪 草原和牛粪 活该你诞生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夜周怎么说 今天对我来讲 我不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艰巨 因为我没做过 其实我压力很大当分配这个任务 因为我要负责要去分配我们队的人员 而且我们的队的人员比较多 我们的队的人员比较多 我有两位非常信任的队友 一个是自新 一个是我们的近景 我觉得他们是最快找到赚钱的地方 我当时会觉得 插车会让两个柔弱的女子去坐吗 但是他们交出的答案是非常的perfect 很完美 所以我感谢我的团队 感谢你们的信任 我为你们的成绩感到很骄傲 谢谢 好 谢谢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不会强加给每一个女嘉宾 凭自己的内心去选择 我是会敞开怀抱 等待你们过来 谢谢 我觉得应该放点狠话吧 因为我们俩太温柔了 应该来点狠话 来 我们来听听她有多狠 加入加油 加入加油 因为你的对手很长 谢谢 叶老师我会继续努力的 我们的所有的女嘉宾 你们确定做好准备了吗 确定了 必须的 来 有请我们的随时景 可以用一个词形容 就是挺和谐的 我觉得 然后我觉得今天 跟她相处的挺愉快的 我就直接坐下来 我坚持我的选择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子凌 我其实从一开始 看到他们两位的时候 我其实就选了加入 第一次真正选择的时候 我也选了加入 昨天过来选的时候 我还是选了加入 因为是对她有感觉的 可是 我也挺矛盾的 因为我不能异地恋 我就是因为不能异地恋 我才从杭州放弃东西 去了香港 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经历了很多 其实我内心已经 不能再有第二次的这样子的 放弃我已经打听下来的东西 然后去到另一个城市 去重新开始 所以我今天的选择是离开 今天的选择是离开 谢谢 其实我能理解你的想法 因为那种感觉我也懂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话 一切都还没有确定 我觉得不妨多留几天 我们多相处一下 没准会有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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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受保护了 我被受保护了 我好不容易留下來在香港 其實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我不會放棄的事情 所以真的對不起 我很尊重你的決定 我也能理解 其實很開心認識你真的 跟你相處很愉快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我只想說三個字 太可惜了 還想說三個字 留下來 加入是個好男孩 你好狡猾 我覺得你好不愛 你好不愛 對啊 你怎麼那麼不愛 哲玲把自己想交的 異性的伴侶的信息 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我還是比較希望能 就是長期陪伴 那如果說是在香港 或者是在深圳 會比較好一點 另外的話其實就是 比較要有一些責任心 然後比較會照顧人吧 這樣 謝謝 謝謝 謝謝我們的哲玲 謝謝 謝謝 謝謝謝謝 謝謝 謝謝你的陪伴 謝謝 謝謝 啊 反正感覺空蕩蕩的吧 節目 節目下也是有機會的 因為我們還是好朋友 有的是機會可以多溝通 多接觸 她現在走未必是一件壞事 我也想給她多一點時間 也想給自己多一些機會 接下來有請我們的豆豆 通過今天和葉州的相處 我發現她是一個很暖的暖男 就是很博愛 我非常反感這一點 我只喜歡我有好感的人 就是對我一個人好 這兩天我冷靜下來 再加上我對葉州的一些觀察 我覺得她非常的中央空調 對每個女生都很好 然後小心翼翼的 會讓我覺得她是一個很慫的男生 不喜歡她 她們兩個一對比之後 我覺得 劉佳露可能才是我 真正想要再多了解一下的男生 劉佳露的不同 就會讓我想起之前的那件事 如果我是那個在哭的女生 她那樣保護我 我會覺得很感動 再見 你好 爽快 其實我一開始到結尾 我都對葉州是很有好感的 但是就通過今天 正如豆豆所說的 我發現了她其實 就是對每個女孩子都非常好 然後我發現基本上都是我 在跟那個大迪她們一直在奔波 然後沒有人理我 然後她以後可能也會因為工作的問題 或者是同事的問題 或者是各種問題 然後就沒有時間理我 我是一個很怕孤獨的人 這點真的是無法忍受 然後正如小璐所說的 我跟她一直 一看就只能做朋友的人 對 所以我今天選擇是離開 既然發現不合適 我何必留下呢 因為一開始我喜歡的類型 我就喜歡一些比較成熟一點的 年紀相對於比我大很多的 那些大樹型的類型 因為她們不會博愛 一般人壓不住你 關鍵事 對 而且她們 謝謝我們的子童 謝謝 拜拜 雖然今天我不是跟佳露是一組的 然後也能深刻的感覺到她的確是有在放開自己 對她的感覺也越來越好了 但是我想說再多兼職幾天我自己的想法 所以我的決定是 謝謝 我發現我跟佳露有很多共同的愛好 加上跟豆豆還有剛剛子彤說的 完全是一樣的意見 變得太暖暖了 她對每一位女嘉賓好像都是很希望能夠照顧得到的 她不想傷害任何對 她讓我開始覺得有點不舒服了 對 所以我就很不開心其實 我覺得就是那個葉州可能就是大家說的太暖男了 可是太暖沒有暖到我這裡來 她對我的關注真的太少了 可能我想要多了解一下佳露有沒有真的關注我 或者發覺出我女人的一面吧 我的選擇是 Lulu 我對Lulu的百貫特別特別大 我第一天我真的覺得這個人好差 第二天覺得這個人還是好差 但是晚上的時候就改觀很多 但是今天改觀更多 覺得你這個人很好 性格 放開了以後性格非常好 我還是憑感覺吧 因為第一眼相中的就是第一眼相中了嘛 就坐這邊吧 我沒想到這一點 因為之前一直覺得自己偽裝的那個樣子 可能是更招別人喜歡 但是其實我今天發現做自己更舒服 我沒想到這一點 今天我們來到的是新龍熱帶之物園 這裡擁有2300種熱帶和亞熱帶的活動 今天我們將在這裡呢 一起分組來完成共同的一個任務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們面前的以組為單位 都準備了很多道具 用到所有的這一些道具和材料 自己動手製造一艘船 誰能夠最先的製造完成了之後呢 邀請自己的組員一起滑過這一個湖 那個樹上有一個玫瑰花結 誰先拿到了那個玫瑰花結之後 再從那個島出發 去到我們對面看到的那一排大王宗那兒 哪一組第一個到達的話 將會是今天的獲勝者 獲勝的將今天晚上回到大本營 沒獲勝的 如果失敗的話 將會在我們的野外露營 沒辦法洗澡 沒有帳篷 那我們睡哪 有紙盒 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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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這樣想的 我們這個不是長方形的嗎 這個東西 我是想像這個長方形的 我們用這個做成船底 一個長方形做成一個這樣的一個船底 一邊綁兩個 或者是三個這樣的箱子 然後每個箱子中間我們用紙把它填滿 把它纏好 不讓它進水 來想想怎麼做這船好不好 我不會畫 我只會做 我完全蒙著這個東西 我覺得兩個怎麼得這麼放才能坐下 我們就應該小一點 結實一點就夠了 但是咱們能滑動嗎 太大不就重心不穩了嗎 我們就三個人剛剛好 但是我覺得下面得厚一點 你看它準備這麼多的給我們 肯定有用處 它還有別的用處呢 那我來扶你來探 小心別摸著手 教授我今天釣水裡邊 你自己說怎麼辦 就你上岸 就你上岸 有心動的那種感覺 希望能夠把這種狀態好好發展下去 他們有沒有很像一個單角 我的天哪 怎麼那麼喜感 你那邊特別像巧克力你知道嗎 誰笑到最後才是真的笑到最後 現在笑沒有用 勝利的曙光就在前方 經過將近四個小時的努力之後 我們終於在這一片草地上 看到了兩宗戰艦 漂亮 來有請我們的加入 SPL 說我們每個人姓氏的手寫字母大寫 聽到一起 我們的口號是必勝必勝 好乾哦 你們有一次重新喊的機會 我們的口號是必勝必勝 我們的戰艦的名字叫一夜行舟 我們的口號是一夜行舟 有往直前 好 請問這是戰艦還是單架 看起來比較簡單 但實際上我們很實用 必勝必勝 有往直前 兩邊都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來我們出發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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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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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壓一下 壓一下 要不得我們出發了 漂亮 上去了 我們可以出發了嗎 我們可以出發了嗎 出發 出發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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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 一二 啊 啊 加油走出發 一二 一二 我們好像挺快的 我們要追上他們了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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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很快 我們得快點 快點快點 快點快點 我們就從這兒上 快快快 我們就從這兒上 別種一些上去 快快 平衡一下 平衡一下 到我們的船 好像堅持不到船 那我們的船好像堅持不到船 爬樹 我們隨身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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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點 快點 男嘉宾必須在船上 按照規則 男女嘉宾在同舟共济的任务比拼中 全组人都需要上船 但叶州小组由于制造的纸船过于单薄 无法承受三人的重量 所以即使叶州多次尝试 均已失败告终 我一直想尝试我们三个人一起活动 但确实过去不了 我们认输 上去船就成了 我们认输了 因为毕竟还有一个女孩子 像子欣她根本不会游泳 但是我会告诉她 你放心 我是不会让你吊水 我待会游泳咋整 放心 有我在 不会让你吓水了 放心 有我在 我这心情就特别不爽你知道吗 推着自信我往前游 就我们三个人是一个团队 就完全她就在旁边 亮一亮 亮一亮这种感觉 我看起来 这种感觉 那我们不是要走的人吗 那我们还觉得要走的人了吧 我看起来 你梳音不是最重要的吗 对 你梳音不是最重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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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过这一段行程当中啊 我们有一个要求 叫做同舟共进 因为无论是在爱情上 也夫妻之间的这种情感上 都要夫妻同心齐力断筋 只有他们做到了 五个人齐刷刷的 都在我们的船上 然后一起慢慢地飘过来的 真是不容易 胜利的是我们的 江陆队 恭喜 谢谢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 在遇到一个 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是更主动地去 多跟他接触 比如说我第一次见到你 我就说 谁世界 我好喜欢谁世界 但是有可能只是我的主观的一些异想 我肯定第二步就会都应该 你喜欢吃什么呀 喜欢看什么书 你没问我 我喜欢吃 这是一个套路嘛 叫你 好 你喜欢吃什么 我喜欢吃火锅 我喜欢吃火锅 好酷 我可以吃火锅 我可以吃火锅 这选好位置吧 就在这吧 就在这吧 我把手机放在这 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帐篷怎么办 丁柔 你睡这 我睡我 床外吧 然后我俩睡这 好 非常好 把那个搭 把那个放在那边 不会搭 哇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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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门吧 这边 这边 哦 这边是 这边 这个好小哦 咋是这样 这是什么 今天我们的大餐是椰肉跟椰汁 我和我妈聊一会儿 我和我妈聊一会儿 你坐坐坐 你小心点啊 小心点 嗯 脚 脚离我道远一点 你爸 脚上脚了一会儿 你别帮我床上了 我当时设想 我宁愿游回去了 那个床扎得很累 你知道吗 就那果汁膜一层层果 还有果胶带 也一层层果 然后不好花了 就饱了 就看你哪有哪有的 就不饱花了 思琪 去那边走会儿吧 等大家聊会儿 走吧 有没有纸啊 有没有纸 还有纸 去海边洗手 走吧 去海边洗手 大丽 我们去海边洗个手 嗯 去吧 这椰肉真的好好吃 特别嫩 其实昨天你留在我的战队 我真的很开心 因为我一直觉得 因为昨天没有太照顾到你 太关心到你 你也不是说指定是谁 是谁的男朋友 有这个义务去照顾谁是谁 对 我老理解 但是你有知道我喜欢你吗 我 我老乞 对 你 这个人 是没有人 没有人 对 你 这一个人 对 我 我们 是 你喜欢就没有理由吗 我其实家里面是有点特殊的 我爸妈就很小的时候离婚了 然后我就跟我叔 婶婶一起住 就十岁去了另外一个城市 就是比较坎坷吧 好像也不是特别的顺 反正就 其实这两天 其实我有感觉到你有什么事情 不愿意不想告诉我 没有 如果你信任我的话 我愿意做你的倾听长 然后我就感情我说特别的不自信 包括在以后的生活里面 跟男朋友的相处 也没有任何一个长辈会跟我交这些 我就是想要一个很简单 就是有一个爱我们的父母就够了 关心我 他们现在在哪里 在古北 他们有跟你联系吗 还是从来不联系的 我爸是从来不联系的 然后你妈妈呢 我妈是 她应该是不在了吧 我们一年 从来都不会有一次电话 不管我在外面什么事情 从来都不会关系 她是属于这样的 家里面可能会说 你爸爸是爱你的 她会再偷偷地 会盯着她女儿看 但我心里想说 你盯我看有什么用 我要的就是简单的几句 问候或者是 你不是说问候就是关心的话 怎么了 我妈不存在也就算了 因为她我记事情 我就 就脑子里是没有她的印象 是没有她的记忆 所以我对她没有特别的 可能就说到别人 就包括 大提跟她妈妈打电话 我在旁边事情里面是很难受 很难受 我都不敢看她 我就是很羡慕人家 所以我就希望我以后 如果找到男朋友或者老公的话 是一个真正的我 真正能够就是 从心里面的 其实是为我 可以去关心我 可以爱我的那种 不加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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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佳璐 没有了 不足跑了 应该是 应该是 把自己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扔出来 你爱喜欢不喜欢 我就这样 我可能也不太会看人 我一开始也没觉得你装 我是挺装的 那你不会看人 我是不会看人 多谈恋爱就会看人 但是我长了一张保护自己的脸 不是 你长一张 不是吗 没有 你说我有男朋友 离我远点 我长了一张有男朋友的脸吗 我长了一张有男朋友的脸吗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拜拜 天赋不起来 跟世界约会去 因为我去找她的时候 等了她 然后刚好就是世界也不在 然后我就想 她应该是跟世界出去了 结果 就真的是跟世界出去了 没有啊 我看你在那边坐着干嘛呢 等你啊 等我干嘛 等你啊 跟你说话啊 我们不是要去咖啡厅吗 谁要去咖啡厅了 我没事要去咖啡厅 不去啊 不去啊 生气了 对啊 很生气啊 没有 我觉得世界 我觉得需要跟她聊一下 为什么需要跟她聊 不需要跟我聊呢 你放在后面 我为什么要放在后面 最重要的要放在最后面 呵呵 那你是喜欢子凌还是喜欢世界 我觉得我喜欢 呃 说话啊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你不知道我今晚就走了 我觉得一般女孩子说到很生气的话 男孩子是不应该只是道歉 而是我觉得是要去哄一个女孩子 是要去关心这个女孩子 但是我觉得她是完全没有要去哄你 也没有要去关心你 她只是一味的在说出自己的理由 哦 我就觉得 这次那种失望的程度又更加加深了一层 对 我们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个选择的环节 今天我们也无法避免 我们将会把这个权力交到我们家路的手上 让她第一次做这样的选择 但是话说回来 因为我们的四位女嘉宾 呃 我们也要照顾她们的心情 所以我们首先问问她们是继续留在这个战队 还是选择离开我们的行程 我想离开 我就当时在那里等她 三个电话打过去跟她在忙别的事情 没有接你就算了 我一上到来我坐在那里等了 她一上来就跟我说 诶什么情况我去上个厕所 我觉得正常一个男生 不会做这样的一个态度 真的很敷衍很无视好不好 我能够感觉到我们的静静是非常认真的对待 这一份感情和这一次的相遇的机会的 但是你的你的态度可能伤着她了 你先不着急做这样的选择 我们来听听家路怎么说好不好 你有什么话想对听你说 我觉得现在静静的感受不舒服 其实我觉得我能理解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 几天的时间我们再多接触一下 好吗静静 好吗 就是我希望自己还是能够再看一看 再了解一下 因为毕竟还有几天的时间 那个男生都已经扎得不行了 然后现在女孩子都还愿意留下来 我不知道为了什么 就太多女孩子被爱情蒙冲昏了头脑 我是不会的 就是爱情来了 我虽然会有一些失去理智 但是我还是会理智地分析一些东西 大部分的男孩子的话 可能不喜欢我这一款的 但我喜欢的男孩子一定是要喜欢我的 关注我的 但是呢我今天看了一下 他真的对我的在意真的太少太少了 我就觉得这样子备受冷落 我不是一个能够接受冷落的一个人 所以我选择离开 我选择离开 我选择离开 原因其实很简单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互相不来电 就是互相没感觉 所以导致其实平常生活中 我是一个很爱意见钟情的人 其实一开始对他们两个 都没有一见钟情的感觉 但我想再多相处 多相处了这两天之后 我发现对他们就是都不来电 没感觉 所以我选择离开 嗯 谢谢 你很好 加油 谢谢 其实今天他最想感谢的就是你 你会选择继续留下来我们的心肠 还是会选择离开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会顾全大局 也很会 嗯 不想让人 伤别人心的一个人 我想问一下 就是当你第一眼见到我的时候 你对我有没有碰然心动的感觉 坦承一点讲 就是第一次对视的时候 实际是没有感觉的 就是我是觉得因为你人挺好的 所以希望继续了解一下 我来 感觉自己其实挺懦弱 就是 就是 我其实挺想找一个 特别懂我的 然后珍惜我对他的好 然后珍惜我对他的好 早上 哦 好气 走吧 我们回大碧莹吧 吃早餐 饿死我了 你去哪里了 我不知道 要不要给他拿一份 你好 你这里可以坐一下吗 当时我觉得莫名其妙 我本来是不想搭理他的 你可以坐 你可以坐 可以 哎呀 嗯 他们这边的这个 都说 这个菜啊 都说不像我们那边 真的那 他们的这个都说 活样都说清淡 就是很清清清的 是 是圆的啊 都是啊 我那个小孩啊 也是啊 他现在在北京 回来了 跟他做一些同事 圆着我们就喜欢 加香菜这一块 还不喝他口味的 我们都喜欢吃种口味 是啊 男孩女孩 男孩子嘛 他喜欢爱好体育的 他在四分大学读 比较的在成都嘛 这应该不像叶周吧 他们啊 我还不像叶周的 你一样的人 会不会叫叶周吧 那个 应该是吧 你是叶周的爸爸 是吧 这个梗 这个梗是谁想的 你不要这么争我们 行不行 你要是自己来的吗 我是自己过来的 自己过来的 叶周你爸爸在这 嗨 哈喽 我见到他 可能就是在他爸爸的时候 就到现在 那有十二年了 可以介绍一下 这叫大迪 这个叫子欣 叔叔好 我爸 这两个姑娘其实都还不错 但是相对来说 可能子欣要稍好一点点 他可能有一点点面 一点的那种 他说对小迪啊 他上我的印象就是说 对一个陌生的 一点房地都没有 所以这次我爸过来 也是因为 我跟他很多年也没见 那你多少年没回家了 多啊 很多年 你家里就你一个小孩对吧 对啊 你还不回去过年 叔叔 我觉得你要跟他说 不管有钱没钱 你还是得回来 一起过过年 真的 本来原来我也想 改变他一些什么 既然我改变不了他 我就只能改变我自己 你跟爸爸聊聊天嘛 聊聊沉默嘛 突然 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场合见面 真的 有很多话想讲 但不知道在从何而讲 对啊 我从小是 因为爷爷来长大了 他们 在很小的时候 他们就出去工作了 对 所以说其实 陪伴最多的 并不是我的父母 在内心深处 还是很怨我 因为迪迹南 没有在他身边 叶周父亲的到来 让叶周和女嘉宾 意外又惊喜 而刘迦怒的家人 等于两位女嘉宾 因为前一天任务 落水而生病 特意前来探望 他们会怎样相处呢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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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身心不舒服啊 嗯 那不 喝点水吧 谢谢 阿姨是 阿姨是 叫你的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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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的妈妈 什么 你再说一次 叫我的妈妈 为什么会突然间 哪一个 阿姨你等一下我眨个头发 那是不是 我第一开始 他妈妈是女生 阿姨其实是故事 然后我在看有点不对劲 怎么还有一个男孩子 站在那里 我就想这是谁啊 然后突然间他妈妈就说 是佳露的妈妈 我就 噢 我们吓了 对 吓什么 不用吓 不用吓 吓什么 现在好一点了 好一点了 好一点了 刚刚喝了水之后 睡了一下 好很多了 好样 你要追 Bijan worrying 你满意了吗 是的 哈哈哈哈 是不是很满意 是很满意 几年看见他 就感觉是 非常有点 恶福自己 有点倾天感 这个咱今天中午吃什么 谢谢阿姨要做饭给我吃 做饭给我吃啊 嗯 喜欢吃鱼 喜欢吃鱼 哈喽 你要吃鱼 哈 四姐 下次跟我一起睡的鱼 阿姨你好 哦 你朋友你好 这阿姨是 小鹿妈妈 小鹿妈妈 阿姨好 我叫随世界 我来问静子 这个阿姨是谁吗 然后后来她说 她是那个小鹿的妈妈 我当时就 我就震惊了 要不你们在那边 我想你震惊 好 你随便吃就好了 好吃就行 好吃就行 你们放过去去 谢谢啊 叔叔您坐 我们给你们坐 好 你知道你爸喜欢吃什么吗 回锅肉 你们就起吧 好 好 那这个葱姜蒜 我要切成末 然后 对 然后一盘 都可以的 然后我现在开炒了 我妈我姐歇一会儿 我还是想让我的父妈妈看到两位女嘉宾是很优秀的女孩 不如两位女嘉宾都没有动作的话 我的妈妈肯定会觉得这两个女孩是不是在生活中不太会做家务 제次的打招 down 没有 你给吃饭了上座吧 为什么 喝汤吃面 吃面 吃面 剩下的同学自己动手吧 剩下的同学自己动手吧 怎么了 好烫 小心 小心 很烫 我小心 我哭了你 这碗好烫 烫不烫 很烫 松开吧 烫不烫 烫不烫 可以进去 放马上 完全没有情商的一个人 完全不会去考虑一个女孩的女性 我觉得关心是基础 跟爸妈相处的时间不是很多 所以就想伸手去帮她 我也觉得这也是我应该做的 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微信聊天机 我说 火发烧 所以暂时不怒 世界已去医院了 她说有样吗 我跟她们去买了 她说好 肯定是昨天在水靠的 我说 我说应该是 然后就没啥了 她没说过来看你 好吧 哇 我觉得很奇怪 我都生病了 为什么 你就不可以主动一点过来看一下我 就在对面 两步路就到了 她说要我们一起去 海边 她说要一起去海边 然后呢 你想去哪 我可 我是觉得她妈妈来就是长辈不赔不太好 但是我是感冒比较难受 我不想抱 好吧 好吧 这样去 谁啊 芝麻开门 哈喽 哈喽 你不休息一下吗 我们下午不去 不是下午 下午就不录了 下午 不录我们也不去了 不是你可以陪你妈妈她们 你陪她们溜达一下 溜达一下 然后相处一下 就你们家人聚一下就好 你现在没有在在乎镜头吧 没有啊 现在没镜头啊 哪里有镜头吗 你的麦关了 没关 真不容易听你说这句话 谢谢啊 本来就 本来就差不多是这样 是吗 是吗 我现在还是 昨晚的时间 跟世界约会去了 没有世界 我觉得需要跟她聊一下 为什么需要跟她聊 不需要跟我聊呢 你知道为什么 要生的鼓气吗 你为什么就不能哄一下呢 你为什么一定要才给自己找借口呢 你不会哄人 你就不能改变一下吗 你不会哄人 你就不能改变一下吗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这是你自己的事情 你败死 我要学败度一下 其实我觉得哄人 实实我觉得是因为很精彩 我不知道该怎样做 不 大哥你现在在 我们不是在演戏 你是在拍戏吗 现在是真人秀 不是在拍戏 大哥 什么叫真人秀 真人秀 是把真实感觉表现出来 好了大哥 对 你是一直在拍戏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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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从第一天开始 你就想好了 你说我只是过来拍个戏的 我不是要相信的 我不是要搞女朋友的 我没关系 我就一直演下去 我就是这个故事的男主人公 我就按照剧本发展就可以了 我不需要加二什么情绪 你不累吗 你有什么好装的呢 大哥现在第五天了 别生气了 我没有生气了 80%是我自己其实 还是主要是我自己 我觉得你自己本身应该是 不会主动想着去关心 这些人 有时候我能想到 有时候会想不到 我觉得他真的很不认真 实在是没有想到 他会以这样的方式去对待 两个人之间的感觉 我觉得关心是基础 我跟你讲 我是个男的 如果他在医院 就算是他准备回来了 我会跟他说我过去接你 我会跟他说我过去找你去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 不是这是一个正常的 我从来 我觉得好像我想法很现实 你知道吗 你不是现实 你是没脑子 我特别不同意这个说法 就是没脑子 你总是觉得自己很聪明 如果我去 你在回来的路上 然后我去 我耽误后面的拍摄 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拍起来 大哥 拍摄是可以因为你的行动改变的 我们现在不是在演戏剧本 不是每一轮每一轮都可以 对 你现在重点还是放在拍摄上 我不想让这个事情给 对啊 你还是觉得拍摄是重点 你还是觉得拍摄是重点 不是表现 不是表现你自己真实情感是重点 懂吗 刘家露的敷衍和漫步惊心 让两位女嘉宾的情绪 犹如汹涌的火山 兵灵爆发 发生在终极选择前一天的这一幕 会带来怎样严重的后果 焦头烂额的刘家露 又能否力挽狂澜 扭转行事 继续属于她的玫瑰之旅呢 继续 羽子 谢谢 聊不下去了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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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你开吃吧 你都开我才敢吃 是 来吧 吃 我来吃 回国政府看看他 叔叔真的这还吃得太捧场了 可以吧 可以 吃到最内断 断仔细 吃块肉 我那天问问叔叔 你觉得你家业州应该找一个什么类型的女孩 孝顺父母 其他的 我说你两个过一辈子 你们自己去 作为父母来说 可能就是一个监狱权 但是最终的决定权是你们几个 我觉得他们回家这边应该还是挺不错的 爸妈开明嘛 像他爸爸说 他爸爸不会管照人品端上就好 那我觉得就是人家都可以 小迪呢 他就敢于和你对视 你的眼睛他都是很清澈的那种 但是相处来肯定好相处 只是心 他多伤我 他内心很多东西 怕我 帮他揭露出来 挖掘出来 今天我跟我爸有聊了一个话题 就是说 我如果选择未来老婆 我是选择是这个人 而我不是选择他的家庭 我只要喜欢你这个人 你的家庭是什么样 我都会去接受 其实昨天晚上 我跟那个子欣有聊到一些 他的生活故事 所以说昨天其实他挺不自信的 就是因为自身经历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我觉得每个家庭里面都有一本 跳过我了 跳过我了 我说了这么多 你这边 你又跟别的你家庭说 我 不愿意说的那些话题 然后我当时就有点不高兴 但是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嘛 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家庭 给自己带来的压力特别大 人生这一辈子都是酸甜苦辣的 什么东西都得 都得去经历 这才是人生 没有一帆风顺 不想说 你真的是 我不想说 你真的是 我就想要点轻松的话题 你们有你们的一个处事方法 我有我的处事方法 做着我的就选择可以了 你干嘛还要说我呢 说太多了 不聊了 够了 你这里可以做一下吗 他那个人呢就是说有时都是说 心子还是要牵一点点 毕竟还年轻 所以说实实在等 虽然看到他平时有啥说话呀 夸夸其他 其实有些在关键时刻 他就不能 太耿直着他 他不能照顾对方一些东西 对 做到刚才他也没有 照顾到你的感情 对 其实你一反过来想 他表现出来的 他就是他自己 他能够都是说很直面的 在你面前表露他一些东西 对 他总比在今后 一旦你们有个什么事情以后 再表露出来 那个时候想起来更痛 这是我是说实实在这 但是通过这段时间相处下来 我觉得他还是 更需要时间去成熟 去沉变 这个愿者心里面很多事 假设是他和叶州牵手的话 那叶州起码要用很多很多 感化他内心那些东西 但是叶州在露前的时候 我估计他还没有能力 怎么样 我刚才跟他讲了一下 但是我感觉他的心太沉 性格也太沉 心就交不开 任何 他和任何一个人都不行 这个心结必须要有一个人 有能力去帮他打开的 要说真正的说话 奥险仪就是那个矮的那个 实话讲 我对那个子欣是有点感觉的 要怎么决断呢 你自己 我自己 我自己 给你一个剪一把 是吧 给你剪一把 你自己去 怎么样 嗯 聊不下去了 不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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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见到他了 我今天简直就是 本来昨天还有那么一点点小小的期待 很希望觉得 可能 昨天我都那样子生气了 应该会有所转变吧 但是我觉得是完全没有的 我就好 我其实就直接想走了 我觉得 自己挺委屈的 我觉得自己挺委屈的 哇 这里好干净 整的就是好 就是好 就是好 就是不得好 这样干嘛 那自己想白方的梦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吃不倒吧 又要吃点啊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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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点什么 来来来 作词 作曲 初音乐 走吧 它什么都不错 没有 我觉得你 因为它是对你有感觉的 可是它很不会争取 这种机会又不是每天都有 我又不是在这里赖着他 我可能经过前几天的事情 我的感觉变化还挺大的 直到昨天就完全就 感觉就被抹杀了 就这么走过头会不会也 好奇怪 因为明天选择这他一个人 要不然我们 江璐其实他是一个非常爱面子的男生 我还挺希望就是顾全 就是所有人的这个感受 在经历了六天的磨合和相处之后 今天我们即将迎来的是 两位男嘉宾终极选择 在我的身后有两个花亭 一会儿我们的男嘉宾 将会走向哪个花亭呢 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即将做出选择的是我身边的叶周先生 现在心里头有没有一个 就是选择的意向了呢 我心里面早就已经有意向了 已经有了 所以你可以非常干净利落的 做出自己的选择是没有 好赶紧有请我们今天的两位女主角 欢迎两位 来分别站在我身后的两个花亭下面 子欣在那一边 大女在这一边 在我邀请我们的叶周先生做出选择之前呢 我首先想要叶周先生再看一眼两个花亭下的 李嘉宾 真是 哎 尊重我的就选择可以了呀 干嘛还要说我呢 这是醉了 口沉是不是 你干体力活来我跟他 想好了吗 想好了 接下来我们有请叶周先生做出自己的选择 欧选一的话 小弟 碳色 小弟 碳色 松下电器提醒您 接下来更近 现在继续 对不起大弟 对不起大弟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更好的朋友 更好的朋友 更好的朋友 你也给你拿一个 后几天跟他的互动不是特别的好 就是觉得应该不会来我这边 没想到他还行 他只要来跟我说一声 他不是特别尴尬 可以握个手 对不起大弟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更好的朋友 去吧 去吧 当你真的遇对一个人的时候 很多东西也都释然的 你没有调整观光 你喜欢他就喜欢他 但是你要知道我喜欢他 心里面是很难受很难受 我就是很羡慕人家 幸福来了 孤独走了 浪漫的勇气又复活了 不想在梦里 却明明醒着 是你让苦涩出现转折 幸福来了 累谁走了 多久没这样被 小叶 子歇 我生活都生不了了 我来帮你生活 放心 有我在 不会让你下垂了 我愿意尝试一下 我愿意尝试一下 幸福来了 孤独走了 浪漫的勇气又复活了 不想在梦里 却明明醒着 是你让苦涩出现转折 幸福来了 好 与此同时呢 我们即将开始的是第二组的选择 哈喽 豆豆老师 感觉怎么样 感觉天气挺好的 刚刚我们的导演组特地过来告诉了我一个消息 你们这一组的两位女嘉宾 昨天晚上已经离开万年了 你希望她做什么 我希望是类似于争取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她还有你得告诉她 那我就觉得有什么意思 走吧 她什么都不做了 原来如此 好的 我知道了 意料之中吧 我觉得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相处的过程中就默契很少 禁止是一个很青春活泼的女孩 然后 世界呢是一个大方得体的一个人 但是我们之间没有那种 没有火花 没有来电的感觉 我觉得这样反而是好事 但是她们走之前呢 每个人留了一封视频信给你 来 这个是你的 你来看吧 加罗 不好意思 加罗 不好意思 就今天提前一天就走了 其实感觉我们之间好像还是 有那么一些小小的误会 可能你只是随上说 对我好像有感觉 但是我从来没有体会到 也希望你以后的日子 能够越走越好 哈喽 小璐 你好 其实这几天的相处 从一开始到最后 我选择的都是你嘛 但是通过我们这几天的互动 我发现其实我们可能更适合做朋友吧 你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感觉是怎么样的 觉得很感动 因为在这么久的一个时间里 我没有太照顾她们的情况下 她们还能够这样的包容我 觉得我很失败在这一点 那这样吧 你对着电视剧的观众朋友 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说一说你想找到的 那一个完美的伴侣的样子 好不好 我叫刘嘉璐 27岁 在北京工作 我是河南人 我是一个骄傲自大 骄傲自大 不善于伪装的一个人 但是我整体上还是很热情 很开朗的一个人 我希望我能找到一个简单大方 热情洋育的一个女孩 和我分享我的生活 和我一起走下去 我不觉得你是骄傲自大的人 你只不过是还没有遇到一个 愿意去为之改变的一个女孩 当你遇到了 你可能会成为一个完美的男人 我们祝福你 谢谢 好吗 谢谢 接我们的加入 好的 谢谢 拜拜 再一次祝福我们的加入吧 当然我们要恭喜我们的叶周 她终于是牵手成功了 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 几家欢喜几家愁 但是我希望他们做出来的都是 自己心目当中最忠于自己的那一个 选择和答案 当然要再一次提醒下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大家也想早日脱单的话 想找到一个完美的伴侣的话 来 我们这里的联系方式 请随时联系我们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到你 我们下一期再见 你一句我懂 你一句我懂 我听什么 我听什么说什么都温柔了 我听什么说什么都温柔了 幸福来了孤独走了浪漫的勇气又复活了 梦想在梦里 却明明醒着 是你让苦涩出现穿着 幸福来了 没谁走呢 多久为这样 欢迎登陆百度视频 优快起腾讯搜狐乐视 报复影音PPTB 江西网络广播电视台 观看本节目的完整视频 及精彩话区片段 感谢新浪微博 百度贴吧 今日头条酷云互动 腾讯娱乐搜狐娱乐 网易娱乐搜狐新闻 特别的大力支持 搜独微信 同志好 JXTVOK 关注江西卫视官方微信 点击下拉菜单 我要报名 即可报名参与